道士忍着剧痛,才清醒了过来 见到自身的处境,面色一下苍白无邪 身体无法动弹分毫 他慌忙地用神念一催自己的灵鸟 想让其救护自己,但却毫无反应 华兴道士大急,急忙斜瞥了一眼 才发现一旁的灵鸟上空 不知何时浮现出了一朵银色光帘 从帘上散发出七色佛光 正将灵鸟照在旗下 让它在半空中僵硬地不动 一副也被束缚住的样子 道士惊怒交加 还未想出下一步要如何脱困时 头顶处就先清风一起 随即一道金光从风中闪电般斩出 此道士大叫一声 头颅就被金光一扫后咕噜噜地滚落而下 寒历身形随风献出 二话不说两手齐阳 雷鸣声大起 大片金虎交织弹射而出 一下化为金网将无头尸体笼罩在其中 网上金光闪闪声势惊异异常 随着寒历口中念念有词 围绕蚕石上的火索突然火光大放 一股股赤焰喷锁而出 瞬间将尸体化为了飞灰 但几乎同一时间 一团白光包裹着道士的元鹰 手中挥舞着一柄白色如意 从火焰中鸡射顿出想要夺路而逃 结果一头撞在了金网之上 雷鸣声振振 电网将元鹰一弹而回 随后金光大放 电弧弹射 金网彻底爆裂了开来 元鹰顿时在刺目的电光中烟消云散 韩丽轻吐了一口气 这才回首朝另一边冷冷望去 那名龙姓老者 此刻已到了四十余帐之外 才刚刚从腰间掏出两面轻骨 正在犹豫是否要上去加工韩丽时 那道士竟然已经陨落而亡 老者心不由地直往下沉 通体发寒 韩丽目光扫过来 老者忽然单手一挥 清光一闪 竟用圆拨锋利的边缘 将自己手臂一展而下 而此臂砰的一声自行爆裂开来 血雾一下将老者笼罩其中 随即凌厉的尖笑声大起 血雾竟然包裹着龙姓老者 一下化为了一股淡淡的血影 积湿而出 只是几个闪动间 血影就顿到了百鱼帐外 顿速之快 让韩丽也大吃了一惊 韩丽双目一眯 脸上略一犹豫 血影就消失在漫天的光辖中 再无任何踪迹可寻 韩丽摸了摸下巴 摇了摇头 脸上露出了一丝可惜之色来 看来这位还真是有些神通 竟懂得血影顿 有些近似的诡异顿术 但如此一来 他倒不愿意费太大的力气 再去穷追不舍 而是去天星成要紧 心中如此想着 他扭头看了一眼 仍被八灵尺禁锢的那只灵鸟 手指一弹 一道金色剑光射出 围着此鸟一照 就将它劈成了两片 斩杀掉了 这等从小被人滴血培育的灵琴 根本不可能被他人再驯化 韩丽自然不会再留下雌鸟 随后他就化为一道青红 直奔天星成而去 这一次 在他全力飞顿之下 逆斩茶的功夫后 顿光就洞穿了 烽火天绝阵的禁止 进入了巨岛之上 韩丽身形微微一顿 稍停留了一下后 远远看了一眼天星成 只见此城高大无比的巨墙 此刻被一层淡蓝色的 凝厚光幕覆盖着 而那光幕高空中 却是大片的青红色霞光 不停地撞击着光幕 交织之间 惊天动地 闷雷声连绵不绝 韩丽神色一动 不再迟疑地 直奔天星成击射而去 只是几个晃动后 青红就到了一座城门之前 但被那蓝色光幕阻隔了一下 而光幕后的星宫修士 自然此时也发现了 韩丽的存在 一阵刺耳的尖笑声 城门上出现了 十几名高矮不一的星宫修士 全都用惊疑不定的目光 打量着韩丽 毕竟 说韩丽是 逆星盟攻打尽致的修士吧 但怎么只是一人前来 说是其他来历之人 但自从逆星盟围困之后 怎可能还有人能来到天星城外 哈利身居灵目神通 自然是相隔极远 仍能将城门上的修士 看得一清二楚 他也不说话 手掌一番 当年那块新宫的 克清令牌出现在手中 手一扬 令牌徐徐向光幕飞去 到光幕前则一顿 自行悬浮在那里 城门上修士一阵骚动 有几名修为较高的修士 更是不停地打量着令牌 突然其中一人脸色一变 猛然回身和其他几人说了些什么 顿时其他几人 均是面露惊蚁之色 其中一人急忙从怀中 掏出一杆棋来 冲着城门外的蓝色光幕 挥动了几下 光幕一晃 令牌嗖的一声 化为一道黄光没入其中 然后闪了几下 就从另一面洞窗而出 仿佛光幕化为无形之物一般 韩丽冷冷地看着这一切 悬浮在光幕前则一动不动 此时那块克星令牌 被城门上的修士都传看了一遍 随即这些人面上均露出了 又惊又喜的表情 其中一人冲着韩丽指指点点 说了些什么 接着又从怀中掏出了一张传音符 手一扬化为一道火光朝着城内击射而去 接着此人又从怀内掏出了一面 震盘般的法器 掐绝指点几下 漠然开口 外面可是韩前辈 请前辈千万恕罪 现在特殊时期 我等以前又没有见过前辈真容 不好现在放长老进城 我已经传音给公主 公主不久就会亲自到此 这些话语直接通过那块阵盘 传到了韩丽耳中 韩丽双眉一挑 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 就双手倒背站在原地不动 结果他未等多长时间 仅仅一顿饭的功夫后 三道刺目的惊鸿 从城内方向击射而出 一闪后 在城门处落了下来 其中两女一男 偏偏那名女子站在中间 另外二人一副以此女为首的样子 而此女相貌娇艳异常 容颜五官给韩丽一种 熟悉异常的感觉 正是淡淡淡换回女装的样子 两名男子分别是一名 三十余岁样子的黄袍修士 以及一名须发皆白的老者 三人站在城门上 立刻朝韩丽这边望来 其余守门的修士则一个个束手而立 大气都不敢喘 真是韩道友 太好了 我还以为他无法赶到呢 来人 快些打开禁止 放韩兄进城来 公主 这不好吧 这人真的可靠吗 万一是逆星蒙派人假扮的 可就麻烦大了 放心 不会有假的 这块客径令牌 其实是特别制作的 普天之下就这一块而已 而且以对方的神通 心海没人可以在单打独斗下 抢走此人之物的 灵御灵摇了摇头 听到灵御灵如此一说 黄袍修士倒不便再说什么 只能是缓缓地点下头 让那些守门的修士见此 不再犹豫 当即从腰间取出了一杆震气和震盘 几人起手将法器抛出 各色光霞献出 纷纷没入城门前的光幕之中 蓝色光幕灵光大放 随即诡异地从中间献出了一条 杖许大圆形通道 韩丽淡淡地看了一眼 就化为一道青红顿乳器中 几个晃动 仍旧出现在了禁止之内 光幕再次一颤 通道就此消失 韩道友,你终于来了 青红在城门上一闪 韩丽身形诡异地出现 女装的凌玉玲 紧紧抿着红唇 脸上露出了一丝欣喜的笑容 灵仙子既然以万里浮相邀 韩某又怎么会悔诺不来 妾身多谢韩兄的大力相助 有道友在此 想来逆星蒙的漂亮小丑不足为惧了 不过,这里不是说话之地 道友还是跟我到圣山上吧 孙长老,你去召集本宫 无需轮值的所有长老 到圣殿聚集 我有钥匙相伤的 是,公主 那名黄袍修士有原因初期修为 在韩丽刚现行而出 就不停地打量过去 结果,神念扫过去之后 只觉得对方法力深不可测 竟无法看出韩丽的境界 这让她心中大惊 脸上献出了一丝敬畏 此刻听到林玲玲的吩咐 当即抱拳答应一声 随即从身上掏出一叠传音符 开始给新宫的长老发送福禄 这时韩丽目光一转 落到了那名白发老者身上 没想到多年不见 照到有不光 风光依旧 还修为大掌 真是可喜可贺之事 老者赫然是当年在阴沙岛 向其提议双修的那名赵姓老者 仅仅百年多不见 这位老者竟和灵玉玲一般 都进节到原因中期 在下哪有这种本事 精进到此境界 都是两位老公主大力相助 才让老夫修为更进一步 原来如此啊 原来赵长老和韩兄也是旧时 这就更好了 我们先到圣殿再详细闲聊吧 韩丽自然没有意见 点了点头 随后几人驾驭起顿光 直奔天星城中的圣山而去 而在灵玉玲等人的带领下 韩丽直接飞向了圣山的最高一层 并在一座看似普通的 青石大殿前落下顿光 韩丽打量了几眼石殿 脸上露出了一丝意外之色 怎么 韩兄觉得本宫圣殿太普通了 的确是大厨韩某的预料 此殿的确有些普通 但它是本宫创派祖师 待过的修炼之地 故而一直保留了下来 并成为本宫重地 原本此地不应让外人随便进入的 但是 韩兄这次万里来源 自然不在此列中了 此殿虽然平凡 但灵气却是浓密一场 的确是一处上家的修炼圣地 恐怕整个内星海 都没有几座岛屿 能找到如此好的修炼之地吧 灵玉玲听到此言 脸上笑容愈发欣喜 当即引着韩丽向着石门大殿而去 殿门外把守的十几名新宫弟子 急忙向他们几人 躬身失礼 目光朝韩丽扫过之后 都露出了一丝好奇 灵玉玲自然不会给这些门卫解释什么 带着韩丽走进了殿门 穿过了一小段走廊 进入到了一间古朴的大厅中 几人分别主宾落座 韩兄到此的路上 想必已经知道本宫现在的处境吧 灵玉玲道也干净利落 方一落座就开门见山 这个自然知道一些 贵宫现在处境不太妙啊 那韩兄应该也知道了 原先本宫是大战上风的 之所以会形势骤然急转而下 只不过是那万天明 突然紧接到了原因后期 成为了大修士存在的缘故 这才被逆星蒙一点点 蝉食掉本宫在外围的势力 一直落到新城被围困的地步 韩兄只要能牵制住此人 本宫还是有信心 再次灭掉逆星蒙的 灵道有想让在下 对抗那位万大门主 不错 韩兄有什么不满吗 不是不满 而是灵仙子想必弄错了一件事情 弄错 难道韩兄这次 不是来相助妾身的 当然不是的 但是 韩丽正想说些什么 却是忽然声音一顿 仰手望向大厅入口 灵御灵见此 自然也随之忘了过去